店家Steven老师剪了一个25块钱的头,并配图自己的自拍,照片身穿黑色高领毛衣,头上扎着朝天变,真是丹蒙可爱啊。 微博评论下除了粉丝们的疯狂打扣小哥哥超帅哟,还有被玩坏了的理发师托尼老师,网友纷纷道,托尼赶来为您护理,半侃嘛原哥,网友们真是强行拉托尼老师出去呢,看来理发师托尼的形象,真是深入人心啊。 王源这么小就已经这般勤俭持家哈,不过该花的钱必须花,不该花的钱不乱花,虽说理个疤在路边里,不过在公益方面真是大大方方,原基金成立以来,公益项目满满,从白内障手术到儿童神经母细胞瘤,确实是满满正能量,小小年纪拥有大大能量啊。 一个青年偶像,如此接地气在街边剪发,也真是严好任性,不怕被剪毁了哦,像王源这般不顾自身形象,没有偶像包袱的人,娱乐圈也真是说多不多,说少不少啊。 同是TF Doys的队员易阳千玺,在街边小店也是吃得贼开心,还真是超级羡慕做他对面的那个大叔啊,真是何其有幸能与大佬在一起吃饭啊。 同样吃在街边小店的关小童也是让人印象深刻,看背景那各种米粉,红色背景黄色在配图美食,真真就是我们平常吃的街边小店呀,妥妥的好吃,让人流口水。 那小编觉得最接地气的男明星,莫过于零更新零狗了。 不说话时简直颜值爆表,妥妥高冷男神饭,但一张嘴就破功了,一口的东北大茶滋味,听着就觉得与其帅气的外表不符,网友们和他的偶遇有网吧打游戏海边吃辣条的。 有吃香肠的,逛超市,抓娃娃,真真竖不过来,但就是这样一个帅气又逗比的双重属性,简直弥补死人。 最近的郑爽也是走在放飞自我的路上,那一个女明星的机场照,不是光鲜亮丽,走着机场潮流饭,但是郑爽的机场照,几乎都是素颜居家服,还常常被拍到素颜逛街什么的,穿着邻家妹子的简单的衣服,却确实实是个真实的不爱化妆的女明星。 最有趣的是,12月6日,张卫健在微博上晒出一张自拍,颇为幽默地说,如果你们在公交车上发现我,欢迎过来索取签名,免得我站得无聊,请广而告知,有没有,超街地气,及公交车,还欢迎索取签名,真是亲切地像街边大叔一般,还有没有你们喜欢的超街地?